不愧是阿祥吃 把阿祥的手打面的特色表现得零零静致 在家里面好多远 在家里面好多远 好 好大家在家里呢也可以打个蛋啊 放一些蔬菜进去 非常的好吃 非常的对味 吃这个东西会让你感觉到有一个幻境 好像海狮肾友一样 可以感觉到 很美丽 就好像看到台湾的把酒变成一样 只要他卖得好的话 公司不会亏待我 当然会就是会奖赏 如果卖得不好的话也会奖赏 就另外一种奖赏 可能就要跪在那边 外食煮来讲的话 这个面很简单 很方便煮 不会很麻烦 就是各方面还蛮简单的 所以你从来没有下面给老婆煮过 下面 对不起 你说我这煮泡面比较多 有演那个戏 学会了怎么煮面 刚好去这样子混合在 那你有煮给老婆吃看看吗 我们回去就有吃光了 我当初拿过去试吃的时候 我们一致认为说 这个应该会很受欢迎 有吃过别的艺人卖的这种面吗 什么曾国成的啦 或是蓝青梅的啦 嗯 其实说实在的 他们的面我是不吃的 哈哈哈哈 我是几乎去没有去 touch过 他们的产品 没有吃过 没有去 touch过 但是呢 呃 我是觉得我们的产品呢 应该会 这个不是我在自夸 应该绝对会超过他们 国外去下乡下面给人家吃 哈哈哈哈哈哈 因为我们 我们还要去那个 我们还去国际展 我们还去国际展 石兵展 国际石兵展 下面给人家吃啊 还要去上海 台北 台北的国际石兵展 还有这个上海石兵展 还有这个台北的红北展 还有新加坡 就是全世界只要有石兵展的 这个产品都会去 都会去参加一些石兵展 然后去推馆 下面给他的 哈哈哈哈 因为我不喜欢能不能讲这个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标题下这个 标题都下这个 对 许克恩打算 全世界下面给大家吃 公司也 也给了我很多演出机会嘛 然后我就是等于是 几乎把以前 他就现在做生意啦 就是把以前的一些 赔的钱的什么 都已经 都这样一一 你已经玩完了 呃 其实 其实就是 不止那个 不止一一 你含蓄啦 只是我含蓄的讲 你含蓄啦 你含蓄啦 只是我含蓄的讲 当然我就陆陆去都差不多了 就是一些贷款啊 老婆还在吗 老婆还在吗 老婆还在 你叫我去做执行 或者是 执行这个工作 或者联系 或者主持人 那都可以 但是如果说在 做老板这方面 我可能比较不行 因为行销各方面呢 行销业务各方面 交际各方面 都不行 所以这方面 我可能就 我还是打架这个面子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